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浦友天与经纪公司也发现了合约纠纷 去年12月还被爆出欠税4.9亿韩元再次陷入丑闻 即便如此浦友天仍有众多死忠粉丝 最近在日本还举办出道20周年粉丝见面晚餐会 门票约23000日元晚餐线5万日元 还是有很多粉丝排队入场 让网友们感叹难怪浦友天会一直想着要付出当艺人 因为真的很好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